祖国的花朵,最帅的芒果 大家好,我就是帅芒果 今天的我是一只鸡 可能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要做鸡呢 因为我本来就是鸡啊 做鸡怎么了 做鸡就不能有梦想吗 我想告诉那些歧视我的人 现在的我你爱理不理 以后的我你就高班不起了 因为我是一只有梦想的鸡啊 你们别看我这么胖啊 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族人都被捉去做劳工了 而我呢,因为当时在睡觉逃柜节 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救他们出来 而且我还会制作炸弹 以前,主人都嘲笑我 你会做炸弹有什么用 我只是会下蛋的技而已 但是现在,证明我的时候终于到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学好数理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不仅会下蛋,我更会做炸弹 前面还有一个主人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呢 老师,其他人绑在哪里去了 糟了,没想到他居然被消除了技艺 现在只能依靠我自己的力量了 先把这堵墙打开吧 卧槽,没想到误杀了我的主人 我的天哪 唯一碰到的主人居然被我炸死了 真是没天理啊 只能含着眼泪吃一口了 真稀哦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几灯口 跌跌不朽 是否我遇的哀愁 哦,就是你们这些外人绑见了我的朋友是吧 看我踩死你 下面这个一臂踩死 哼,那边还有个清洁工 这么近都看不见 估计是耳朵瞎了吧 面对老弱病残 我一向都是非常有爱心的 所以还是送你一个炸弹以表新意吧 哇塞 没想到敌军还做出了生物武器 居然把这头猪变成了蝙蝠 所以是到底叫猪 还是叫蝙蝠好呢 诶,这个人手里还有武器 不过我真的怀疑他们是怎么绑架到我的主人的 不是势力不行就是耳朵不好 还在我面前玩锤子 那你就去玩个锤子吧 下面这个怪物我应该能炸掉它 卧槽,操作事物啊 这次我直接不理它了,跳下去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这些怪物把我的主人关到哪里去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迷宫嘛 而且落了这么久居然还没到底 看样子的任务很艰难呀 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只要我能救出我的那些主人 他们肯定会为我骄傲的 到时候我就是鸡中一霸了 简称鸡霸 上面又有一只猪符 上次害我害得那么惨 这次一定要炸死你 我的天,为什么我这么可爱 做鸡也没什么不好的嘛 没事做还能外卖门呢 咳咳,还是得该正式来 不然就得不到我鸡霸的成套了 先上去这个平台 然后下几个炸弹 接着回向那只猪符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看成完美呀 不过这里也没有路让我走下去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诶,原来还藏有机关 笑样 要不是我放了个炸弹 古鸡天都找不到路了 居然还用石头挡路 看来是不知道我的炸鸡蛋有多厉害了 轻轻松松进入通道 没想到居然还用这么老掉牙的陷阱 只要四只鸡都知道该怎么过啦 卧槽,三毛 感觉三毛应该有点东西啊 手里还拿着长毛呢 想必是要和我决一死战了 但是我可是有热武器的鸡啊 冷逼器对向热武器 小火鸡 估计你命不久矣了 按几个炸弹上台阶 卧槽,居然被发现了 原来你们猪群也有健全的呀 诶,还用长毛戳破了我的炸弹 居然一点似的没有 莫非,你是炼成了四传一九的金钟赵 看来今天不是你一死 就是我活了 接招吧老铁 无敌铁头顶蛋糕 没想到 我们居然同归于尽了 三毛 你等着我 我们下次再战